HELLO 大家好 我是花 得入來看都知道今天的主題又是手袋 怎樣為不計額值五個我要吐槽的手袋呢 就是其實我本身買袋是外貌協會的人士 只要它的樣子好看我絕對不會厚寬 但不是每個都是這樣 很多朋友買袋都要看它的實用程度 以上這五款袋我都很喜歡的 不過用起來真的有點敏感和吐槽的地方 聽說今天這條片我是轉了一個新麥克風 因為我平常拍片我都覺得我叫出來 除了影片剪邊的時候 覺得自己的聲音很煩 不斷叫和很尖音 我覺得是因為尖音在那裡 所以我就大聲一點自然反應 現在每個收音在這裡 看看我會不會溫柔一點 大家幫我留意一下 我要盡量不要叫出來 說話慢一點和溫柔一點 其實大家一眼都看完後面了 這個大家可能要猜一下 但我們先說這個 之前有拍過開箱的 很喜歡它的顏色 這個顏色就這樣看會怕難搭 但完全不是 很容易搭的 的的色色也是非常白白的 但是它有什麼不好呢 就是它的皮太實淨了 我這麼大力拍它 它絲毫沒有黏過 它這麼硬淨的時候 加上它的袋其實不是很大 它還要分了一個間隔 變成你要放的東西不能夠太厚 平時日常需要的粉餅、銀包、唇膏、鎖匙 全部都可以放進去 如果手機想放進去的話 就要躺一躺 當你把所有東西都放進去 其實它都敷光了 沒有什麼位置 你要找東西的時候 哎呀 走著弄我的手指甲 我的手指甲這陣子很薄弱 OK 手指甲全崩了 因為最近買了帽子琴回來玩 然後我的手指甲是 完全披了口 OK 我們先說回袋子 你拿東西的時候很難 因為皮革太硬 你真的要放到剛剛好 拆拆拆拆拆 如果你需要拆拆 譬如你的唇膏掉在底 或者你的鎖匙掉在底 真的很難拆 通常要兩隻手才拿到我想要的東西 一隻手撐大袋 一隻手在拆拆 雖然是這樣 但我也沒有嫌棄它 我也有狡不狡拿出來用的 因為它的樣子很漂亮 很好搭 而且這個顏色的袋我比較少有 不過建議大家如果想買的話 可能買回大一點會比較好 用起來的時候 可能找東西會比較容易 好了 來到第二個 也是大熱鼻吐槽的袋 就是GIVANCI的GV3 這個袋已經有很多人說過它了 它真的很有問題 第一次看到它的時刻 在本集中看到它的啡色 我覺得很復古很漂亮 而且看它的款式是很好搭 有長帶有短帶 之後隔了三四個月 然後我就去了它的門市看 一背上身 哇 黑色這個超級好搭 覺得一定要買 沒記錯的時候 應該是要17,900元的 其實我想立即給錢買的 但是攝影師又阻止了我 因為他說 煮回廚上網買會便宜很多 我就OK 忍一忍 回家 怎知道 回家看的時候 我看到它13,000元 便宜了4,000多元 那時候又特價 然後再便宜一些 11,000元 我就買了它回來 買了回來 開箱一天之後 我是完全沒有用過 然後帶的扣子都在 然後我再想看看 它又再特價 有沒有搞錯 再特價是9,000元 9,000多元 那我真的買貴了 我買貴了2,000元 然後我就問他們的CS 我就問會不會可以退款 因為美國買東西 他們可以拿單去退款 如果有特價的話 但他們沒有這個服務 然後就叫我 建議我把這個退款回去 再買一個新的 我都抖結了一會兒 因為猶豫麻煩 但是2,000多元 到最後都是退了 再買回來 其實它是上門退的 所以其實一點也不麻煩 你只需要多按幾個按鈕 還有那張卡的錢 會被它保留了一會兒 最後這個袋 是9,000多元就成交了 即是說我是便宜了一半 很開心 以為自己撿到布 但怎知道這個袋真的不好用 首先就這樣看 你會覺得它放了很多東西 是不是 很大嘛 它是大過這個很多的 我一開始以為在這個袋子 我可以去到EVENT之宜 我可以塞到VLOG機進去 是完全不行的 這個三角形的設計 其實上面這一部分 是完全擺不到東西的 因為當你關上它的時候 這個位置是完全關上的 最近我們要帶出家的東西 把它全部放進去 我們試一下它到底有幾塊錢 錢包 粉餅 Tissue 酒精搓手液 鑰匙唇膏 潤唇膏 超迷你的 手霜一枝 再試一下電話 我現在把東西塞進去 塗塗 它本身的袋容量是大的 只不過它是吸不上而已 我們 你看 它還要在一個洞 這樣擠入這條東西 所以 你是要 是要找對的 哎呀 你看 這條 這條鍊又阻礙了 阻礙了 再來多一次 要硬地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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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挺硬的 你看看 這裡已經漲暴暴了 基本上這些東西 已經最少最少了 可能你會說 哇 你這樣全部放進去 當然是難塞了 你撿好一點點嘛 但是呢 因為它本身這個容量大 你撿完之後呢 放到它很帥仔了 整整齊齊又不厚了 但是當你一打開它 它就會掉進去 它就會散掉了 變成你每一次開完都要撿 真的超麻煩的 這個袋子 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當我們平時這樣單邊背 部機不夠遠了 我就這樣拿著給大家看 當我背著了 現在 當你打開了 袋子是會這樣的 因為它是封琴的設計嘛 你不蓋上去 它是完全撕掉出來的 有一次我戴著了一塊M筋 我覺得我被人看到了 你是完全打開了 就算人家偷東西都很容易 你看我沒有買到一天偷了 你變成用這個袋子的時候 是要9秒9秒馬上戴 但是這個洞和這支東西 它是很微細的嘛 你就要很精準的 慢慢摸一下摸下摸下摸下 然後呢 才能撿回 背袋的時候 我們可能一隻手會拿著電話 但是它又這樣撞開了 就是你很難就這樣一隻手把它戴起來 這個袋出街用真的會敏 到現在還是覺得它很帥的 又很搭 它不像9千多元 它像貴一點的袋子 真的令人脾氣偏高 來到第三個要吐槽的袋子 可能有些朋友會覺得很出奇的 就是 Dior的Miley Dior 之前都有跟大家一起開箱 很喜歡它的樣子 非常經典的款式 第一個問題是因為我選了一個紅色 這個紅色不是那麼好搭 我一開始就打算用它來搭配我最喜歡的黑色 或者是白色 大家請什麼都可以 單什麼都可以 都很有型的 但是這個顏色其實也挺鮮的 變相夏天不太適合用 我只是冬天用到它 這個袋子的容量也不算小的 它會比剛剛的GIVANCHI很放一點 它裡面其實是四四方方的 你看到那個格子是多少 你就可以放到多少東西進去 剛剛的銀包、初手液、紙巾、唇膏、潤唇膏、粉餅 全部都放進去 我們再放電話進去 其實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到底它的缺點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覺得它又是很硬的 這個位置又窄 底部的東西也是很難找的 而且它是這樣正正方方 變相其實它也很深的 但它這個口你又抹不大 又是唇膏、鑰匙那些 你掉下去真的很難找的 因為我經常都要補潤唇膏 就算我不補唇膏 我也要補潤唇膏 唇膏是最容易掉到我的底部 用它的時候就不斷補潤唇膏 我現在又要補潤唇膏在哪裏 因為它很硬 當你塞了手進去 你只可以在手指上移動 你就是靠那兩隻手指在那補一下 去感受一下你的潤唇膏在哪裏 找到了 但是總括而言 我完全沒有後悔 不過可能大家買一些容易搭配的顏色 會開心一點 這個袋其實我很少說 因為我真的覺得它沒有什麼值得看 跟我平時買的袋子的風格有點不同 那為什麼會買它呢 袋子也挺大 家裏小大袋 第二就是這個粉紅色 我沒有 第三 這個袋子我是在美國的Outlets裡面買的 好像便宜了 不知三千還是五千元 我真的忘記了 那當日我沒有什麼斬獲 我在Outlets 我就很想買一些東西 然後我就買了它 因為不是你風格的袋子 你就沒有什麼衣服可以搭配 這個可能我自己的問題 我跟它不是很搭配 實際上它也有些問題的 看不見到這個袋子已經搭配了 已經 我塞到一些東西 不過因為本身這隻鳥 其實不是很硬 就是比較軟的皮 但是這兩條鏈 因為它很重 我放在前面 它就會這樣搭去前面 我把它這樣放在後面 它就這樣搭去後面 搭一下日服日感 它現在就變了這樣 旁邊 歪光了 我現在就把它掛起來了 好像好一點 但是它這個扣始終是重 看不見到這個袋子 它自己本身這樣套進去 這個我覺得 真的是去設計本身的問題 它沒有計算過重量嗎 為什麼可以拿到這樣 你是一個名牌袋 你一個萬多元的袋 你不應該自己 自己讓自己這樣 我第一次用的時候 我都覺得不是很重 但是我錯了 我用一下覺得它真的很重 它這個袋子本身的皮不重 都是因為這個扣 還有這條鏈 你應該擺多東西才會用它 但是它本身已經這麼重 我買了兩年 我用了兩三次 這個袋子 來到最後一個 我想沒什麼朋友知道我買了這個袋子 也是用了兩三次 看包裝不知道是誰 拿出來給大家看 可能也不是很多人認識它 是一個小眾的品牌 我都是在網上賣的 這個袋子我真的奉勸大家不要買 雖然我也覺得它挺漂亮的 因為我很喜歡這些 好像幾個圖形搭在一起的設計 它是這樣拿也可以 不是 這邊才是正面 我還給了背面給大家看 當你用這條袋子的時候 它就 這個掉下來 就好像轉一轉的樣子 設計 我買的時候 都預料它這樣 其實不是很好用的 不過因為真的喜歡 而且它挺特別 我覺得可以這樣拿 我就照買了回來 它的問題又是 皮是超級硬的 整個袋子是可以用來防浪的 整個袋子都很硬的 它外面硬我覺得OK 但是你裡面 可不可以不要這麼硬呢 它的袋子是這樣打開的 打開了上面這塊東西 打開了 然後 左 右 這樣你就可以拿東西了 我已經兩隻手打開了 我還哪有第三隻手 炒東西呢 而且因為它硬 你要用一點力 把它離開 你一放手 它就掉下去了 當然 你可以這樣 塞一隻手 找一隻手 把它弄開再炒 真的很討厭 我真的用不了 這個袋子 我低估了它的 討厭性 這麼多個袋子來說 這個是我用得最少的 我真的要找一天 我沒有什麼做 心情也好 又不太需要待東西 又那天應該不太需要找東西的 又不用付錢 又不用長年唇膏 又不用拿紙巾 又不用開門 這個真的不行 以上這五個 其實我覺得它很漂亮 但是它真的不好用的幾個袋子 都作為一個參考 但其實有些款都過時 大家應該都不會買的 如果大家都買了什麼袋子 覺得真的不好用 真的用到別人生氣的那些袋子 就快點在下面留言 提醒一下各位 讓大家 貪圖它們的美色之餘 都考慮一下它的實用性 不要像我這樣 就這樣 我們下條片再見 最後要收回尖音 我好像也是叫了出來 5個混音 如果這樣追求 走開,就會變成功 好的 我會看到 晚上 我會成功 那邊 對 我會 increase 一些人 那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